大家好,我是萝卜 今天呢,天气特别的好 我这个天竹葵呢,也开的特别的好 你看这阳光的有点刺眼,我眼睛都睁不开 是不是,开的比我的脸都大 我这么胖一张脸 我一共有三个花色的天竹葵 其实准确来说,它们其实都偏于粉色 但是它们的花瓣和花形是不一样的 这一个呢,是单瓣的 这一个呢,是虫瓣的,虫瓣的粉色 这一个呢,是算是单瓣的 但是它是一个複色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天竹葵是怎么种植的 天竹葵的种植呢,其实也非常的简单 它呢,算是一种不怎么挑土的一个植物 什么土都可以种 但是呢,疏松透气的土壤肯定是长得更好的 然后我们种植的时候,我买到的是 不管是小苗还好,还是大苗也好 单颗植物一定要种在一个小于15厘米的盆里面 这样的话呢,就能够避免这个积水烂根的这个问题 如果是大于15厘米的盆的话 选择两颗同时种在一起 这样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然后它的浇水呢,是这样子的 我们一般春秋季的时候就健干浇透水就OK了 然后冬季的时候 因为这个植物呢,是特别怕打霜的 比如说霜冻的话,可能就会叶片就被打死了 所以一定要注意冬季浇水的时候 尽量选择在中午 也是健康浇透水就可以了 如果冬季打霜的时候,注意把它搬到室内去就可以了 这个也很简单的 然后夏季的话呢 过大的苗可能会直接死亡 所以最好是牵插小苗过夏 它的,它对肥料的要求其实是非常低的 我呢,一直是使用了三元素的复合维 现在长得也是蛮好的 它其实不是特别的虚肥 虚肥量不太大,不要作死地教它 你看就可以长得这么好 这是一个小苗长得这么大的 看的话比我脸盘都大 我脸盘多大,对吧 大家看得到 好,我们现在再来欣赏一下 非常的美丽哦 这个还会接种子的 我还剥了一些 嗯,这个有一股 有股香味 酸酸的 柠檬的味道 这个是柠檬的味道 夏季的时候要注意适当的精油 太晒了有些也会被晒死了 其他时候就全是这样就可以了 美丽的味道也有这样 然后这个花瓣下雨的时候 狂风暴雨的大湖 那一定会被打烂了 大家注意一下 如果想多看景的话 开花了之后最好把它温到水内 有充足散射光的环境之下 养住就可以了 这样可以多看景 当然了,你看它这么多的花苞 这个雷雷的花苞 会一直不停不停不停的开 所以放在外面也可以一直看它 bling bling的 非常的美 这个小小的苗 就是我播种的天竹葵 现在它这么小一棵 已经长到第三片叶子了 准备到第四五片叶子的时候 就可以移植了 好了 我们今天关于天竹葵的分享 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我们下期再见